各位选好 不管上一期课布置的模拟题有没有完成啊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第一套模拟题 第二套模拟题呢 是留给大家课后完成的啊 这套模拟题是BPP配套的模拟题 同时呢 也是在我们官网上 给大家列出来的 记考的一个样卷啊 但因为官网呢 动不动就改盘 所以总有学生呢 可能傻傻找不到 机考样卷的这一个路口 所以在第一套模拟题讲解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得再给大家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不管怎么改版 大家如何能够找到 机考模拟题的那个样卷 因为毕竟呢 大家看到的纸质界面上的 那个题目的呈现方式 和机考的过程当中 计算机也就是电脑上 题目呈现的方式呢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得先给大家解决 怎么找到机考样卷的一个路径问题 那第二个呢 还是要再解决一下 在真正你参加机考的这个过程当中 题目呈现的方式 和纸质的 你看到的BPP配套的那一个 纸质的题目呈现的方式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在机考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哪些要注意的 也就是那个鼠标 怎么点击啊 这些是需要在讲第一套模拟题的过程当中 要给大家解决的第二个小的问题 那先来说一下这个路径 怎么找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咱们解决啊 首先呢 是登录ACC Global的官网 这个应该会吧 那登录到这个官网 你看到的首页那个界面上呢 就会有现在看到的像会员的入口 学员的入口 还有准会员的入口 那你想你现在才学AB好吗 那当然是学员的入口啦 所以你要把鼠标 就是在你登录上 ACC官网之后呢 把鼠标直接拖到现在的students 这一个点上 那它自然就会呈现 下面的几个可以再进一步介入的 或者进入的一个界面啊 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 像考试的这个变化之类的exam changes 那么都会在students这一页 能够直接弹出来啊 然后呢 你如果是想找到 想找到这个机考的模拟题 那你得点进哪个部分呢 第四个 就是这里看到的 关于study support resources 这个部分 就是支持你学习的 所有的学习材料 那学习材料里边就会包含 那些机考的样卷了啊 有同学会说 那有没有历年真题呢 抱歉 没有 懂吧 改成机考之后 就没有历年真题 就只有机考的模拟题了 听明白了吗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吸题班的课程比较重要 是因为历年真题 你在官网上已经找不到了 而我们在吸题班讲解过程当中 给大家讲过的一些题目 那有一些题呢 也是在历年的真题当中 也出现过的 所以前面吸题班的这个题目 是要详细的听一遍的啊 那听完前面吸题班的内容之后 你再去看这个模拟题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那么生疏 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没讲过一样 不会了啊 前面讲完之后再看机考的模拟题的话 相对来说 大部分题目是有印象的 都是知识点或者是那个题目 有一些都是类似的 跟前面讲过的这个题目是类似的啊 那在点击这里的 students about resources 就是关于学习材料 这个部分 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呢 你就能够看到 左边让你来选你的qualification 对于你来说 你要选的这个资质或者是资格 当然就是什么呢 ACCA的qualification 因为它除了ACCA qualification之外呢 其他还有这个ACCA的这个官方 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格证书 但是你要选的是ACCA这个板块 能理解吗 你选ACCA这个板块之后 那再点击什么呢 现在看到的第一门课程 就是accounting business 这门课程 就是AB嘛 那你如果是想要找后面的课程 比如说管理会计的课程 或者是说这个财务会计课程的 配套的一些资料和资源的话 那你可以点第二个第三个 依次类推 也就是它在这给你列出来的是 ACCA考试科目 就是所有的科目配套的一些学习资源 那么都在这给大家列出来了 也就让你来再选什么呢 先选qualification 然后再选exam 就你的这个科目 那么你考的科目 现在我们讲的是AB 那你就应该选第一个 accounting business 点击它 那么点击完之后呢 你就能够看到 关于accounting business 你的这门科目的几乎所有的给你列出来的 包括大纲啊 以及这个考官的report啊 还有过去的一些这个 考官的文章啊等等 当然有同学会说 那这些考官文章之类的 我要不要自己下载打印之类的整理呢 不需要不需要啊 要是都有你来做的话 还要我干嘛 对不对 我们后面的冲刺班 注意听 是在冲刺班课程讲解的过程当中 会专门拿出一部分课时 来讲的是考官文章当中 要求大家再补充的一些内容 所以官网上的这些内容 就是这些考官文章也好 或者大纲也好 或者是考官的report 就是基于过去的一些考试的 考官的报告 总结也好 通通都不需要你自己来下载掌握处理 听明白了吗 不需要的啊 我们等到后面冲刺班的时候呢 除了知识点梳理以外 每个章节的知识点梳理以外 那我们还会再把考官的文章 给大家补充一下 那还会再把考官针对每一次考试 所做的报告总结里边的一些题目 和注意事项也会给大家讲到的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官网现在给大家列出来 整个机考样卷的那个路径 只是为了让你清楚的知道 等机考的时候 你看到的题目的呈现方式 是什么样子的 仅此而已 那么上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题目也好 知识点也好 或者是考官文章也好 这些通通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整理 我们现在的西题班 以及后面的冲刺班内容当中 讲的就是这些 那知道了这一个具体 你要找到机考界面的话呢 就是现在的模拟题样卷这个部分 那你点击样卷这个部分 然后能够弹出来的呢 就是现在的CBE 看到了吗 CBE exam 以及anti keys这个部分 那点击现在的CBE这一个界面 也就你点击这里 把鼠标偷到这里 一点击 点击之后呢 就能够出来 现在的这样一个界面 单独呈现出一个界面 明白吗 那么单独呈现出来的界面呢 就会有前三门 看到啊 是前三门课程的机考样卷 因为你可能会想 那那个后面的第四门 第五门的课程呢 那会单独呈现出来的 也就你如果是点击的是 现在的CBE specimen exam 和anti keys这个部分 那它只是呈现出来的是 前面的AB这门课程 MA和FA 这三门课程的情况 能了解吗 那这三门课程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两套机考的题目的 其中一套呢 是现在你看到的 AB的叫做full exam 那么full exam这个部分呢 指的是全套的 官网的 完整的机考的一个 模拟题的一个样卷 那这个样卷 其实就是刚才说过的 BPP配套的 就是配套练习册的啊 第一套模拟题 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题目是一样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说 我把这个样卷做一下 然后再把BPP配套的 那个mall exam one 就是做完之后 这个样卷再做一下 你没有必要重复做 听明白了吗 因为题目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题目 我的意思是 你只要对照着 BPP配套的第一套模拟题 把所有的题做完一遍 其实相当于就把 现在你看到的 Full exam这个全套的样卷 做了一遍 只不过题目的呈现方式 机考界面会略微有所不同而已 但无非就是拿着这个 鼠标点击来点击去 懂吧 也就是你选择答案的过程 就是用鼠标来点击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没有什么知识点上的不同啊 只不过是呈现方式上 不太一样而已 那后面的这个 actmd keys 是因为一些多任务题 在Full exam当中 就给大家列的是六道嘛 那就给大家在 actmd keys这个部分当中 又给大家补充了六道 六道多任务题而已 那这个多任务题呢 要求大家课后去完成 那我们后面会通过像 考前抱佛脚这样的一些小视频 再给大家补充 md keys的一个讲解过程的 那这个呢 是给大家提示 我们怎么去讲这两套题啊 现在的这个模拟题 讲的是Full exam 然后后面的这个actmd keys 这个部分 先课后自己完成 然后再听短视频来补充 听了罗的意思吧 那具体短视频的这个情况 我们会在公众号也好 以及在我们的学习群上 会给大家再说的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 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 是有的啊 然后后面看到的什么呢 答案 也就是你看到的 左边是所有的样券 右边是答案 你先自己做 做完了之后再去对答案嘛 这个应该知道的啊 那如果你后面在学习 ma也好 或者是fa也好 那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那路径是一样的 就找到这个界面 你就自然就能够看到 ma的负词 以及mtq 还有呢 fa的负词 还有mtq的一个题目 都能够看到了 所以知道了 左边是样券 或者是期考的这个模拟题 然后右边呢 是答案 知道了这个怎么去找了 找到之后 点击这个负词 看到是负词啊 那么你就能够看到 现在是computer-based exams的 前面的一些信息提示 有哪些呢 告诉你 这是ACC qualifications 然后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 知道吧 两个小时 那考试的这个pass mark 我们前面也强调了 50分就过了 50分就过了 明白吗 不像我们国内的考试 还要要求你达到60分 不是答案 50分就过了 那50分过的这个考试的 所有的这个样券的题目 怎么设计的呢 这也是我们前面在 应词大诚当中 给大家提示过的 就是sectionA的 46道题 这46道题的话呢 有的题两分分值 有的题一分分值 那我们当时说 30题是两分分值 16题是一分分值 一共凑成了46题 76分的分值 听明白了吧 那么sectionB的话呢 是6个多任务题 每一个多任务题呢 是四分分值 构成了24分 而且所有的题目都是 B答题 这是你在这个界面上 能够看到的 前面信息提示 以及具体一些要求 理解吧 那这里 All questions within each section are compiled three 意思是要必答 那我们再怎么进入到 下一页呢 看右下角 右下角这里呢 有一个红颜色的箭头 而且下面显示什么呢 Next 你点击 你就能到下一页 Next 听明白吧 那么下一页就告诉你 你可以在点击下面的 这个按钮 然后正式进入到 你的考试过程当中 那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就两个小时 所以前提是 你得先准备好 进入到考试的状态了 然后再点击 Start exam的意思 能理解了吗 等你真正参加期考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那你该准备的 就是你包括你深呼吸 都准备好之后 你觉得状态可以了 你再点击 Start exam 能理解了吗 然后它才开始 计时两个小时以内完成后面的题目 那现在为了给大家呈现的过程当中 就是看起来更舒服啊 因为如果都是机考界面的截图的话 因为这个是白色的嘛 所以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有点黄眼 所以我们具体题目的呈现方式 还是把BPP配套练习册上最后的这个题目呢 都给大家在这列了一遍啊 而且不是截图列的 那么等真正机考的时候 题目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会在后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也就是你看纸质的是这样子的 选项是ABC 那么你看机考是这样的 没有ABC选项 就是你把鼠标拖到正确答案那里 前面有一个圈 你就点击它就可以了 你选哪项就点哪项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来我们先看一下啊 第一题比较简单 但第一题首先你要搞清楚 这里的copy reporting的币项和financial reporting 就是我们说的财务报告 是类似的相同的意思 那知道了这是相同的意思之后 自然就知道 现在第一题问你的是主要的目的 或者是意义 什么的目的和意义呢 就是我们说的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看到那个是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SB 那它所要确保的是什么的一致性 我们当然说的是财务报告的一致性 能力言吗 或者可比性 所以你看 A财务控制是control的一致性吗 不是 那它要确保的 或者它主要的目的和意义 是尽可能的 希望在全球范围之内 各个国家的财务报告 或者我们叫做公司报告 能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所以它应该是copy reporting 因为copy reporting 公司报告的这个大的范围之内 可以包括它的具体的财务报告内容 明白吗 那么C呢 是actual Auditing 是不是要使这个审计达成一致吗 或者是一致性吗 不是啊 所以是B上 那在机考的界面上 就是刚才我们告诉大家的那个路径 你点击进去之后 那么第一题呈现的方式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种 看一下啊 这是三个选项的题目 所以它只是一分分值的一道题 还有 刚才也强调了 没有ABC的一个选项 就是前面是圈 然后再注意一下 提示一下 如果说是单选题 前面是圈 如果说是多选题 比如让你选两个 下面选项当中选两个 第一它一定会有提示 让你选to 明白吗 那让你选的是下面的两个 那如果是这个多选 选两个的话呢 前面就不是圈圈 前面是方框 听明白了吗 前面那种选项的那一个样子 是方框的形式 不是圈的形式 但现在这道题只是单选 但是呢 你再看一下 它的顺序略为有所不同 我们前面 纸质的这一个答案 列到这个方式 A项是financial control B项是carb reporting C项是actual auditing 可是呢 在机考的界面当中 看到第一个选项 是actual auditing 明白吗 第三个选项 才是financial control 但是不管怎么样 选项的顺序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中间还是正确答案 是carb reporting 这个没有问题吧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顺序不一样呢 不是只是为了跟你强调 机考界面答案的顺序 和我们那个BPP 最后的纸质的答案的顺序不一样 不是只为了强调这一点而已 我是想跟你说的是 因为你现在要参加的一定是机考 那如果你参加机考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想试图 哎呀 看一看我的同桌 他选那个答案 哎 他的第一题选哪个答案 那我这个第一题是不是也选这个答案呢 别傻了 别说你们抽到的前面的46题 再加上后面的六个MTQ的问题本身不一样 因为机考嘛 他随机给你弹出来 你的这个题目 明白吗 你们的这个机考的题目本身不一样 即便是相同的题目 但是他答案的选项的顺序 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不是说他选了第一个答案 你也选第一个答案 因为可能会觉得 哎呀 一看我的第一题和你的第一题 哎 题目一样 但是答案的顺序不一样 人家选了第一个 你也选了第一个 好了 错了 能明白了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 没有什么任何作弊的可能性 想都不要想 好吧 当然有同学说 那我带小抄行不行啊 别逗了 就是即便你带了小抄 就跟开卷一样 让你翻书找 你有可能不见得都找得到 明白吗 所以不要想了啊 还是踏踏实实的学习 然后认认真真的复习 再提高一下你考试的应试的一个技能 这才是通过考试的一个正确的路径 能理解吗 正确的一个态度啊 那这是给大家说一下 不要有什么歪心思 好吗 那这个还会影响到你的诚信的 对解吧 那这是给大家强调的考试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我不希望大家在参加AB这门课程的考试的时候 都觉得出现各种这个人品方面的这个问题 就有点尴尬了 不好了啊 这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才 好吗 所以刚才说的那些不道德的那些事情 想都不要想了 那提示完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 具体第二题啊 第一题已经先说完了 那么第二题看一下 这道题呢 就不会再给大家列 计考的过程会怎么呈现了 不就跟前面这个题呈现的方式是基本上一样的 雷同的嘛 明白吗 那先看第二题 这个呢让你来选的是list 最不认可 不认可什么呢 the contribution that subordinated how to make is 就是下面哪一种 领导风格最不认可员工做的贡献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领导不认可员工做的贡献 不就是领导觉得 哎自己最牛吗 对吧 员工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吗 那这种领导风格本身 是不是应该是专制的 或者是独裁的 对吧 所以你会觉得 哎也对啊 是的 A如果是前面有固定的搭配 是对的 但是如果单纯只是A项 是错误的 因为在这儿有两点要提示一下啊 就这道题的意义是 第一点 他问你的是leadership style 那么你要想的是 我们在基础班当中 给大家讲过的教材和讲义上 就有的领导风格理论 那教材和讲义上就有的领导风格理论当中 我们说tales 直接给大家另外一个英文的这个表达方式 给大家列出来的就是autocratic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A项也算是专制和独裁的意思 为什么就不行呢 因为在利克特 我们当时在mixed bank那部分题目当中 给大家补充过的利克特的这个理论的话呢 是和阿什利奇管理学院的领导风格理论 是类似的 也是说的是四种领导风格吧 那么在那四种领导风格当中 确实是有authority to这个词 但是前面一定要有固定的搭配才行 能理解吗 如果单独的只是authority to这个词 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既要死尽因费 又要灵活掌握的一道题 听明白吗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B上 也就是要结合我们在讲义上 给大家列过的四种领导风格来去选 那么应该选的是B 那C是没有提示的 或者C是没有提到过的 那C呢是坚定的意思 这个就不是了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你会觉得 那么第三题的D项和第二题的C项 不一样吗 不一样 在这第三题的D项 你要把它理解成是五段的 因为一定程度上是坚决的 而且是五段的 不听别人劝的 懂吧 那在这让你来选的是 Maximize the prospect of consensus 那么到底就是在冲突的 管理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下面哪一种情况 或哪一种做法 哪个方法 最有可能是可能的 prospect 就是最有可能达成一致 一致的这个意见 解决冲突 你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得通过谈判 negotiation才可以啊 所以这是一个常识题 常识题 明白吗 就是在管理冲突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需要通过谈判 达成一致性 这才是最有可能的方法 而不是说回避 也不是说完全接受妥协 A是接受和妥协 就对方说什么 在冲突解决的过程当中 那么对方说的你都同意吗 你都接受吗 不是 是谈判有一个 negotiation的一个过程 不是吗 Oridance 指的是规避 或者是避免 而D向是武断 这都不现实 或者是不是达成一致的 最有可能的一个方法 所以应该是选B 这是一个常识题啊 好吧 再来看第四题 是一个心机表的问题 那第四题的心机表的这个问题呢 这道题是可以理解为 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教练啊 其实是一个教练 或者一个管理者 在管理团队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发挥 或者是充当三种不同的角色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是三种呢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coaching的角色 教练的角色 mentoring 导师的角色 还有什么呢 顾问 咨询顾问的一个角色 他给你列了四个 他具体的行为 或者是做法 然后问你 这四个分别对应的 应该是 mentor coach 还有consider的哪种情况 那这种题 在我们考试的过程当中 机考的呈现方式是这样的 把前面你看到的 一二三四行为 给你在左边列出来了 然后每种行为 如果是coaching 你就应该在coaching上 把那个鼠标点击一下 明白吗 那么如果第二个行为 假设啊 假设第二个行为是mentoring 那么你就在mentoring这儿 把这个鼠标点击一下 这个会把 也就是 纸质的题目呈现方式 和机考的题目呈现方式 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过程 把这个机考的题目 给你呈现一下 而已 但内容是一样的 明白吗 内容是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 你看到的D这个人 has been appointed 那是受聘于 management team 管理团队 什么的管理团队呢 专业的足球俱乐部 就有一点类似于 原来这个国家队 足球的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呢 类似于这种 难道他就只起到 coaching的作用吗 不是的啊 那他的这个作用 包括什么呢 incluses coaching mentoring and counseling 虽然我们中文 通常说是教练 但有的时候 他还得起到一个什么 导师的作用 以及顾问的作用 给谁呢 young players who have just signed contracts with the club for the first time 就是对那些 他培训的事 或者他带领的 这个足球俱乐部的成员 管理的呢 是那些年轻的球员 明白吗 年轻的球员 就是刚跟这个俱乐部 签约的年轻的这个球员 那他的主要的这个行为 作用包括 第一 帮助那些年轻的队员 在第一周 看到那个是 during their first week 就在加入足球俱乐部的 这个第一周 如何去适应 懂吗 哎 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 你的这个大学辅导员 在你刚入学的那第一周 或者第一个月 第一个学期 那么找你们谈话的次数 可能会多一点 为什么 让你迅速的适应高中到大学的一个生活吧 那这是不是起到一个导师 心灵导师的作用 对吧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mentor的一个作用 那第二呢 是identifying each player's case skills 就是能够发现 每一个球员的关键 或者是他最突出的技能 并且呢 鼓励他们能够发展出新的这个技能 那这是关于这个技能方面 而且是k skills 这里边还涉及到什么呢 each每一个 相当于是师傅带徒弟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带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吧 所以这个第二个 是不是应该是coaching的这种情况多一点 那第三个呢 是advising 建议 给他们这些球员呢 关于如何解决个人问题上的一些建议 但是呢 他只不过是 比如说啊 就我的意思是这儿 只不过是给出一个什么呢 建议 后面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在他们的财务管理这个方面 就个人的这个财富管理这个方面 那比如说建议他 哎呀 你可以买个股票啊 类似于这种 那这个里的 这里你看到的advising 那么这是不是很明显的是顾问角色吧 有问题或者是难点是什么呢 第四个 第四项啊 那第四项这个部分 你来看一下啊 第四个这个部分 说的是帮助每一个球员 antispied 看到那个是antispied 预测什么呢 对方的反应 这个如果是大家不懂球 包括我自己在内啊 也不懂球 可能对于第四句都不理解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 就是在球员 如果是前锋 尤其是前锋啊 前锋也好 或守门员也好 后卫也好 其实都一样啊 你一定要就是知道 你的对方会做出一个什么反应 比如说他是不是这个动作 是在踢假球的这个情况 那么你如果能判断他是假动作 你有可能能做出更好的一个反应 包括尤其是对于那些守门员来说 就更是 你得知道他就是射球的那样的一个路径 你得能够对他的这个路径 或者他的这个行为做出一个反应 你才能知道 这个球你挡的时候到底往哪儿铺 这里边就会有一个 一对一的针对性的指导的过程 能理解吗 所以这个过程四应该更确确的来讲 是什么呢 是关于起到coaching作用的这个角色 因为要一个一个让每个球员 对他的这个对方的行为 做出一些反应 听懂了吗 所以它是一个有具体指导的过程 所以应该把它归类到 coaching的那一个角色当中 所以第四个是不太好判断的 可是呢 一二三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吧 那刚才我们强调 一是什么mentor的一个作用 一是mentor的作用 就直接把第四项D给排除掉了 对不对 一是mentor的作用 二呢 是coach的作用 所以直接又把一给排除掉了 三呢 是顾问的一个作用 所以剩下的B和C当中 你要再做一个决定 对不对 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么第四个不应该是 这个导师吗 导师不会为每一个球员 如何对他的对方的行为 做出反应 一个一个指导的 理解吗 导师更多的就不是对于这个行为 动作上的这个指导 而更多的是让你适应这个环境的 这种心灵 心灵上的一个指导 比如说帮你减轻压力 就是如何缓解你的这个压力上的 这种指导 明白吗 所以这个mentor显然在第四个上 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更明显的 帮助每一个球员 对自己的这个反应行为 做出改变的一个过程 对对方的这个行为 做出反应 预测对方的这个行为的 这个过程 好吧 anticipate 要预测 而且是对方的什么呢 reactions 那这个呢 是就是要预测对方的这个反应 所以这个过程 要更多的倾向于 coaching才可以 所以这个呢 相当于是给大家花了一点时间 解释了一下 第四项 不太好判断的这一个行为 那如果是期考的过程当中 呈现的方式这样子的 那么你应该知道 第一条 就是advising 建议 addresser 你看啊 players on addressing partner issues such as 你看顺序又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解决他们个人的 这一个事务 比如说像财务方面 如何管理之类的 那么这个刚才说的是 顾问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然后再identify each player's case 这个是coaching的作用 那么第三条 helping the players anticipate 而且是reactions这个过程 还是coaching 那helping the young players to settle 那么解决他们 第一周的这个适应问题 那么这个应该是mentoring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顺序变了 那么跟前面的答案有所不一样 有所不同 那你会发现一二三四的内容 还是那个内容 只不过是在这呈现出来的顺序 不太一样了 那你就把鼠标点击到不同的圈圈当中 点击你那个正确的答案就可以了 第五题呢 是in order to ensure 就是为了要确保 the policies of an organiz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 就是公司的这个政策 能够确保什么呢 和公众利益是一致的 那on which of the falling assure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focus 那这个公司的董事高管 那么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说长期的福利 好像觉得没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 shareholders不对 明白吗 因为是公众利益 你能只关心股东的长期利益吗 所以A项排除掉 B项 compliance with legal requirements 注意 这是legal requirements 以及codes of ethics 或者是codes of governance codes of governance 这里的标准 这里准则 可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 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不应该是 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 大家共同的福利吗 对不对 所以应该选择是c collective loving of stakeholders 这才是公众利益 理解吗 而不是说达到法律法规就行了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是c 再来看第六题 是一个心机表的题目 有同学可能会选成 后面的周期性事业的B 错了啊 来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这道题不是周期性事业 因为我们前面在西地班 讲解的过程当中呢 在part a 就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 那个部分 确实有过一道题目 是说呢 那个建筑行业 进入到了一个recession 衰退 萧条期 所以我们当时说 衰退 萧条 这样的关键词说明 这个建筑行业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周期性 整个行业的一个周期性事业 能理解吗 在这儿也是一个行业 造船行业 明白吗 但是为什么这个行业的事业 就会变成是更具体的结构性事业 而不是周期性事业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首先在这道题当中 并没有说现在这个行业进入到了衰退 或者是说进入到了整个这个区域的萧条 没有 他只是说经济变化 或者是发展 他强调的仅仅是 Due to significant economic change in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s for she building in Martin's own country 只不过是 在他所在的这个国家 人们对这个造船的供给和需求发生了变化 听明白了吗 有说不需要船吗 不是 不是说不需要造船 而是不需要造他原来会造的那种船 那种比较低级的船 能理解吗 也就是现在更需要那种高科技的船只 听懂了吧 所以他不是衰退了 他是产业升级了 理解吗 那这个产业升级 你就不能把它理解成是行业衰退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 economic change in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s for she building in Martin's own country 那the shipyard he worked 他原来工作的那个船厂 倒闭了closed 以及呢 he was made redundant 他被裁员了 there was no other 看到那个是没有当地更多其他的这个需求 local demand for his kids within his own region 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区域之内 不再需要他所具备的这个技能了 理解吗 这不就是结构性事业吗 就是因为产业升级 或者是需求和供给的这个变化 导致呢 有一些这个原来的船厂关停了 关闭了 那么他的这个技能在他本国不需要了 那他就得再到别的国家谋生 理解吗 could only find similar work locally 看到那个是mood to another country 他如果是想用原有的技能再找到工作 他就得到别的国家 或者是他想留在自己本国原来的这个区域 找到工作的话 他就得经过一个至少为期一年 at least a year's retraining 再培训才能够上岗 in a related engineering field 在这个工程这个领域吧 造船工程的这个领域 那他必须得经过至少一年的培训 他才可以再重新找到新的这个工作的意思 掌握新的技能 掌握新的技能 找到新的这个工作 这不应该是结构性事业吗 就是你要把现在我们说的整个这个造船行业 把它理解成是 它的产业结构调整了 而不是说这个行业衰退萧条了 跟我们之前讲过的建筑行业衰退萧条 情况是不同的啊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什么呢 选A 因为它只是change不是recession 听懂了吗 再说一下第七题 第七题是问你 which of the falling main function是主要的 而且是什么的 marketing的 这道题就找关键词背过了 记住了就会选了嘛 我们当时说marketing 是不是应该是先能够发现 并且满足什么呢 客户需求 所以to identify and anticipate customer needs 才是marketing的主要的职能 不是吗 对吧 那是销售最大化吗 不是啊 是为了要说服潜在的这个消费者 to convert latent demand into expenditure 就是为了要把他们的需求 变成最后的支出吗 是为了要说服客户购买吗 也不是 主要的职能就是满足客户需求 那to identify suitable outlet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supplied 是为了要找到合适的展示的途径吗 也不是啊 或者找到合适的这个outlets电子吗 也不是啊 那找到合适的电子 这不应该是在marketing mix 市场营销组合当中 police要解决的问题吗 所以这个题答案选B啊 再来看第八题 第八题是一个心机表的题目七十二 那这道题呢 是问你下面哪个是sanction制裁或者是惩罚措施 use against companies for potentially unlawful action 也就这个公司可能存在潜在的非法的一些行为 所以对它进行一些sanctions惩罚措施 那你就看一下一二三的当中哪种属于惩罚措施 让你来选的是两项 听明白了吗 相当于是两个 因为你看一下答案ABCD 都是两两组合嘛 对吧 所以相当于让你来选的是一二三的当中 哪两个是会收到sanctions的unlawful action 那么等真正机考的时候 这种题目的呈现方式是这样子的 直接让你来选两个 因为考试机考的时候 它不是最后还要再用这种 一二一三搭配 让你来ABCD来选 不是的 直接让你选两个 那么直接让你来选两个的时候 就是which two of the following 下面哪两个啊 two of the following ar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a listed company 看到那个是filling two files as account 就是如果说这个公司unlawful 也就是这道题 题目本身和我们前面纸质的这个题目当中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一二三四的这个题目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这道题是which are available are the consequences 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 就是后果 什么后果呢 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 没能够及时递交或者是出去 他的这个报告 那么给他带来的一个惩罚性的一个措施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二三四都是对这个公司可能存在 unlawful actions而采取的一些sanctions惩罚措施 然后让你来选择是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 哪两种是给他直接造成的后果 就如果不是这个及时递交财务报表 及时公布他的这个财务报告的话 那么会带来的惩罚措施是哪种 如果不及时递交财务报告 那会介入调查吗 investigation吗 不一定 就让你及时递交就好了 明白吗 但是他会怎么办 会罚款 imposition of a fine by the government's company registration body 那么会有这个工商啊之类的 要对这个公司没能够及时出去 采取报告进行什么呢 惩罚罚款 罚金 那加收这个罚金 那san refusal 就是对于这个上市公司出去这个他的这个审计报告 做出拒绝 refusal 看到那个是refusal啊 谁呢 谁来拒绝呢 是act an audit 就是意思是外部的快捷日事务所拒绝在这个公司的财务报告 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 也就是审计报告上签字 那么这个也算是一个sanctions 但是不是因为晚了 延误了 延误递交这个财务报告 财务报表 所以才拒绝签字呢 不是啊 但是暂停交易是可以的 为什么 你连财务报表 财务报告 这些财务信息都没有公布 我凭什么让这个潜在的股东 还对你这个公司的股票或者是证券进行交易呢 所以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递交 看到那个是 feeling too far as accounts 没有能够及时进行年减 也就没有能够及时递交 他的财务报告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一系列的经过审计的公司报告的话呢 那么采取的这个措施其实就是前面的罚款和暂停交易 2和4 那么2和4不就是C项吗 那你看一下 如果是这道题 现在问你直接 enlisted company feeling too far as accounts 那么可能面临的潜在的 sensions 会有哪一种呢 1234当中让你来选的话 第一个 fine是可以的 能理解吧 然后在suspension 就是相当于是要选1和4 那么你就在前面方框当中 再把这个鼠标拖到这个方框 点击1 然后再点击4就可以了 听懂了吗 因为如果是单选题 你只能点一个 你想点两个都点不了 它那个背后的程序 系统已经设计好了的 那么在这儿 你就只能点两个 你不可能点三个 你点一个的话呢 它也不会提示你 但是一定要知道 这是选两个 听明白了吗 还要再强调一下啊 如果是多选题 你看前面选项 是不是用方框列出来的 不是圈圈 听懂了吗 不是圈是方框 那这是关于这道题的 期考的呈现方式 再来看第九题 是说 看到那个是 the overall age 就是如果说 平均年龄 就这个人口的 一个国家人口的 这个平均年龄呢 directly dependent on true demogary factors 就是这个国家 人口的平均年龄 往往直接取决于 下面这两个因素 一个是出生率 一个是死亡率 现在呢 assuming 假设啊 equal risk of chan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t lead to an overall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如果说这个比例 百分比是一样的 也就出生率跟死亡率 是一样变化的 同样变化的啊 那么就问你 下面哪个 一定是一定会导致这个国家的老龄化 来看一下 你想想看 出生率 如果说老龄化的话 我们假设啊 出生率上涨 然后呢 死亡率也上涨 那是不是 一定程度上 虽然人口就是出生的多啦 但是死亡的也多 对不对 老年人可能就少了 听明白了吗 这样的话 老龄化不见得严重 所以A 我的意思是不能选 那么B呢 出生率下降的 看到了吗 出生率是下降了 但死亡率上涨了呀 是不是说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新生儿 但是呢 老年人可能死亡率高了之后 老年人可能也少了 听懂了吗 所以不见得一定会导致老龄化 C项 如果是出生率上涨 死亡率下降 比如说印度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年轻的出生人口多了 那么年轻的劳动力就多了 听懂了吗 地上才是会导致老龄化的 为什么 出生率下降了 但是呢 死亡率也下降了 你会觉得死亡率下降了 不应该是这个死的人少 对呀 死的人少了嘛 那死的人少了 你想想看 按照我们的自然寿命来说的话 死亡率下降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是 老年人死亡的少了 明白吗 就老年人活得越来越久了嘛 所以才会有什么呀 有现在我们要说的老龄化的问题 这不也是我们国家在面临的问题吗 出生率下降 明白吗 死亡率也在下降 理解吗 出生率下降 所以才干嘛 彻底的废弃了计划生育 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的这一条不是吗 就是放开生育政策 可以生二胎 三胎 甚至是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老年化 那这种题目 在机考过程当中 呈现方式是这样子的 就是前面告诉你背景 the oral age of a population in a country 就是这个国家的 那直接说到 dependent on two demographic factors birth rate跟death rate 然后问你 osme 然后让你来选 是decreasing birth rate吗 就是出生率下降吗 当然是yes increasing death rate吗 是因为死亡率上升吗 no吗 对不对 那死亡率上升了吗 没有啊 应该是decreasing 听懂了吗 所以意思是同样的意思 但是呢 题目呈现方式 机考是不太一样的啊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形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实质 知识点的这个内容 是要知道的 就是出生率下降 是yes 那么死亡率上升了吗 没有 那如果说是老龄化的话 死亡率怎么可能上升了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increasing death rate 这个是no 那这个要注意啊 再来看第十题 第十题呢 是关于我们之前说过的 绩效考核访谈 绩效考核面谈的这种方式 那当时说过 像tales and sell tale and listen 以及呢 problem soing 这三个当中选一个 那么360度的degree approach是什么 是整体的绩效考核方式 而前面这个abc 说的是什么 绩效考核interview apraisal interview的方式 能念吗 apraisal interview 就是绩效考核 访谈 面谈 只不过是绩效考核 全部整体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那这两者要区别看来的啊 所以在这儿 把这道题来说一下啊 首先你看到的 Giz本身呢 conducting an appraisal interview 你看 现在进行的是appraisal interview with his assistant 那么给谁呢 给他的助理 那他首先做了一系列的反馈 看到那个是initially feedback to Giz 那对于他所工作的一系列的这个领域 Aries of circumstances 那么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得差 业绩上哪些好 哪些差 做了一些反馈 并且干嘛呢 邀请Giz talk about the job 让他也来说一说他的工作 那是不是既有他说的内容 又有他的助理说的这个内容 对不对 那么也呢 给他做了一系列的这个调整 He adopts a non-judgment approach 这个比较重要的是 non-judgment approach and offers suggestions and guidance 只是提出一些建议 有没有说 一定要让他怎么去解决呢 没有 所以这道题 只不过是 tell and listen而已 不是problem sowing 明白吗 因为如果是problem sowing的话 就直接奔着解决问题去了 而不是说提出的是 那些non-judgment approach 或者是 只是suggestions而已 听懂了吗 所以这道题 应该要选择是 必想 tell and listen approach 第十一题 一定程度上 是用到了 我们之前说过的 含有这个绝对词的 往往是错误的 描述的 那个套路 那问您呢 是 what i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ting auditor 你想想看 是不是在part c当中 我们之前讲过的知识点 part c当中 关于内控和审计 这个部分的题目 是比较多的 有的题目呢 也比较难 那A项呢 是verify all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是确认所有的交易吗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of the client 以及后面 后付的一系列的凭证 或者是单据 是这样的吗 不是啊 因为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我们前面在讲 mixbank的时候 不是说 审计程序 外部快捷事务所的 审计程序 就是为了要检查 这些交易的记录吗 之类的 确实是 可是你看一下 题目问题就不一样 我们之前在mixbank里边 讲过的 是审计程序的设计 就是为了要达到 这个目的的 可是 他最后啊 快捷事务所 也就是审计师 要背的责任 是所有的交易 都得检查出来吗 不是的 都要确认吗 不是啊 所以你要搞清楚 我们的本意 我们的意图 审计程序 设计的意图 确实是为了要 确认 或者是检查 所有的这个交易 但是 你现在看到的是 他最后要承担的 responsibility 那么他的责任 其实就是发表 对这个企业的财务报表 发表 审计意见 而且什么呢 reasonably 合理的 对不对 那所以B to ensure 要确保 client's finance elements are reasonably accurate and free from bias 那这不就是 发表 true and fair的 opinion 对不对 就是真实公允的 true and fair view的 一个 审计的意见 而且是 合理的保证 那C像 to report 是为了要把 所有的 financial irregularities 向股东 打小报告吗 也不是 这不是他主要的 这个质责 所以这第十一题 当然还有地项 地项是 All the clients finance statements are prepared and submitted to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是为了要确保 客户所有的报表 及时递交 给了相关机构吗 或者是相关的 政府部门吗 而且及时的吗 不是的 这不是 会计事务所的 主要的职责 主要的职责 就是 合理发表 电视内发表真实公允的 审计意见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B